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玩依依 那今天繼續來玩這個白金回廊 那這邊先說一下 昨天雖然剛結束這個Google Play的 客座編輯直播活動 那其實 白金回廊 這款遊戲我是沒有工商的 這點先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我在白金回廊上面 我也沒有課害的耳機 就只是單純 覺得遊戲做得蠻不錯 那比想像中好玩蠻多的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我是 玩的算 挺真真的 那當然 可能比不上一些頂級的 大佬跟很深入在研究這款遊戲的人 但也算是玩的相對算 前段慢的玩家了 也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這上版他能上 能上最高分的三隻嘛 不然其實 我們的這個刻印也是都蠻很高的 然後其實我主養的是琴音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琴音 怎麼刷都刷不到太高的分 但我也很懶得一直重複去 曼巡刷那個分數 因為畢竟 有時候曼巡真的蠻看運氣的 曾經我已經是養了 都現在快滿 滿記了 但不知道什麼就是 每次 曼巡到最後 就是都會 上不了7000分 你們看這個 北若上 7000分的時候 他這個 繞痕都還在 沒有滿 這個惡魔 是跟小天使界的 這小天使 估計是一個 滿客的大佬 不知道是不是國斧來的 因為其實白金蕙洋 是有這個 國斧的嘛 他是國斧上線的遊戲 有些資料其實都可以去 查找國斧的這個維基百科 那我自己有時候就是那個路線圖 就是前期如果你像這個 戰亂地圖 有些人可能會 因為你不小心沒有看的路線圖 把那個升到太高了 然後以至於你後面根本完全過不了 那戰亂地圖的話其實如果你有帶體質跟防禦就可以 可以比較有機會打得過 你可以選擇像我是玩 神經物理隊吧 我可以選擇帶這個 炎玉 炎玉加上這個記憶繞痕裡面有這一張這個 幻想筆記 這張是可以加體質的那你帶兩體兩防加 攻擊加專精 其實你的那個戰亂地區是可以往後 推得動比較高深度的這個 薩米亞小姐的 那這邊的話今天跟大家一起 來打一下 最新章節的這個 第五章的精英關卡 因為 之前一直比較沒空打而且之前有很多人也希望我就是說 講一下怎麼樣打這個關卡 那我今天就是來一邊 打一邊講看看 那既然我玩都是 物理元素隊所以我就用北洛當隊長吧因為北洛的分數稍微高一點 我記得沒錯的話北洛這個應該是選的很好的 然後我們借一下別人的龍琴 我自己的賬號 因為我沒有換龍琴所以我只能去 借別人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有這個激勵 對了說一下 因為我的隊伍裡面是有抽到這個吹遠之的所以我之後應該會去 抽 這次新出來兄妹的妹妹本來妹妹是沒有在我這個 抽卡的計劃 計劃之中的但是在抽 一花的言語的時候不小心 歪出來了 那歪出來這個 崔遠之就讓我決定我要 把我的雷隊也組起來 白金回來為什麼會說他的深度真的很夠的原因也是因為 怎麼講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 的隊伍抽卡也就夠養一個 物理隊而已 那其實 你要養各個元素隊呢就是其實還差挺多的那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決定說 就覺得說這遊戲真的可玩性挺多的 他其實 你說他要 很休閒玩然後放慢慢斬草 其實是可以的啊你要很認真玩那也是 可以去花很多時間在 去打各關卡上 因為 其實可以看到雖然我的這個 呃等級跟分數可能比相對大多數玩家來的高但 講真的 我也沒有真的很認真去 打了每一關 那因為我錄影片我想說我就先 看人過幾關就先一路先給他推過來然後後面的話 就之後有機會再補錄那 給大家講 就直接來給他剪輯去講說我打這個 第五章精英關的一些重點跟心得分享 那希望對看影片觀眾會有一些幫助 那通常這裡呢反正開場是先把人放元素放一放 然後我開場通常是不會直接丟 斐洛德屏障的因為有時候 你不能確定說這個屏障會不會需要擋一些 比較關鍵的技能 然後你有時候在打關卡都肯定知道看一下 這個技能到底是在哪裡然後 也順便 疊一下就是開場就把肌力成熟性量疊起來 那每一個對疊肌力的效果跟方法都不太一樣 你要自己去看你的這個 呃機繞痕到底是帶來什麼東西 那像如果之後我可能玩雷隊我帶這個 吹遠之就是需要多掛一個兩個雷在場上才能夠 有這個飛動可以去疊加 所以你自己在組隊的時候你就大概心裡要有一個步 然後還有就是相對應的你記憶繞痕讓你們抽到 會 組雷隊 最大的原因也是因為我 賽到了這個 呃 要玩雷隊的就自選的那個機繞痕可以選擇帶的就有很多 那這邊我記得這個最後是沒有拿到 完美的這個通關獎勵因為打的時間不夠不夠沒差 先把等級練上去了45等可以把機繞痕突破到90級 然後 48等可以開X6 到時候再回國打一定是很簡單的 那 其實我也不知道大多數的玩家現在大概停留在幾集 但我看那些 很拚的大佬可能都已經有47 不知道有沒有48了 48就可以有這個S6的等級 就可以S6位階突破之後就會強 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太強度焦慮就 鹹魚慢慢 每天推一點進度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這個回洋曼旋 你的這個刻意 你不要在你還沒有把 機繞痕拉滿的時候就不斷去做回洋曼旋 因為你這個時候你還要提升你的這個 機繞痕 那你機繞痕提上去然後位階突破了以後你肯定那個分數會高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之前還卡在 下面的關口 那你的機繞痕等級不過高的時候 你就沒有必要一直去刷 你要像可能像我們把這個機繞痕都拉到七八十等 平均 七八十等也會解鎖一些這個 探索道路的選項 那原則上現在大家都是探索 最新出的這個空想王國 因為空想王國算是 最穩定好 探索的 然後 前面的關卡 雖然也不錯 但是分數目前看起來排行榜上 還是以探索空想王國最為高分 那探索空想王國有個很大的重點是 如果你不是像那個克拉 我看那個 第一名的這個小天使他探索 出來難度是D2 我不選D2打不打得過 但反正我每次就是 升到深度15 或者是如果是S4的位機有可能 深度14 就打到最後就沒有去選擇升到 最上面那樣子 因為有可能會打不過 精英的二三關你的練度有上來 柯英等級分數夠高 應該是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可以直接 跳過 然後我 記得沒錯 這個第四關 因為這個第四關 當初我在 回洋漫泉的時候就有碰到這一關 那碰到這一關的時候 打起來是比較困擾的 那有些人如果還沒打過的話 我不確定這次最優解 但我自己的打法是 我直接先 去把紅皇后給抓掉 就是輸出盡量打在紅皇后身上 讓紅皇后早點死 不然他會把那個公爵拉起來 那你後面就很難打得過 那你把紅皇后打掉之後 後面就是花點 時間 慢慢磨這個 公爵的血量 就可以很輕鬆的把他給磨死 不過這次在打 這一關的時候我有點小失誤 失誤也在於就是 其實我應該是可以滿評價 過這個5-4的 只是我不小心 最後 被公爵 死前的一個爆發 然後給 傷掉了一個人 然後結果最後就是 沒有人全評價通光 後面有空就要再回來 再打一輪 反正其實就不用想太多 就追著黃后一直扁 那你的這個 坦克只要不要暴斃 那你幾乎應該是都可以打過 這一關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公爵 回滿血之後 因為 想到打好久 我就有點 沒有太 注意力集中 結果最後被他尻死 他直接暴斃 然後就變成說 這個完美評價就沒了 你就得 重新再打一次 不過也是有經目前還是打過了 那我這邊看了一下 因為其實我大概 明天 下周 就下新的一周 大概就45等了 45等我打算先去把那個體力拿去刷我的這個記憶繞痕給突破 因為後期前 要突破5張記憶繞痕其實有點 貴 體力不太夠 我也沒有在買體的 所以 後面可能會先去刷記憶繞痕的 刷完之後再把這個基因全部往後推 除非 說那個 新的活動任務是要推 精英的主先任務 那我可能才會在往上推這樣子 那這裡要說一下 後面的關卡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重點就是 像這個會丟 飛彈的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這個怪 但是他這個飛彈超級痛的 每次 你如果沒有丟屏障去打他 你很容易 你被那個飛彈丟 丟一炮你頭就破了 就直接暴斃一個人 所以 要特別注意 去 技能放這個屏障擋他 不然你會像這樣直接 人就不見了 那你其實屏障每招 要好好放那中端的技能 記得開 就比較不會 打不過 但就是 真的 這個很防不是很防 即便我知道 但就是很多時候如果你用 三倍數再刷 你一個沒注意 他那個 導彈因你手 我就破了 你看到這邊又被 又被仗死了一次 所以 我會等到之後 等到我就是都突破完了 然後我會再來 比較去推 推動這個精英進度 因為 你要練的東西其實也 真的不少 那我這邊 倒是有一個問題 想跟觀眾討論 就是 最新一期的這個防衛 這個聯合防禦 的一個部分 其實最新一期 我 還差一關沒有打 像這一關我沒有打 我就是因為 卡在 真的 頂不太住 那我的吹遠之 隊伍還沒有成型 我想說 等之後吹遠之 這個隊伍成型之後 再打這關 應該就比較 能打得過了 那這一關的話 最大問題在於 怪出得有點太快 我親 親的能力不夠好 我在想應該就是 缺了妹妹的控場 喔還有 好像 我記得我的這個 呃 刻印 好像那時候在曼旋的時候 是沒有把 這個 喔對我好像沒有把雷霆萬鈞點滿 所以導致 我在 打的時候 吹遠之差還差很多 所以之後應該要重新刷一下 然後到時候等把妹妹抽到 我再試試看 看這樣到時候有沒有機會打得過 好啦那以上就是本期的這個 白金回饒影片的內容 新的希望對大家幫助 那我是恩萬鈞 我們大家下期再見 愿者 免 谢谢大家